好几个月前我们做了小米笔记本Pro 15 2021的视频评测 在最后我是这么说的 更像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产品 在小米笔记本Pro这个产品成绩多年之后 小米想要重新打造一款屏幕牛逼性能均衡的全能本 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好的 不过具体到实际的产品上 恐怕还要多花点时间再打磨一下 今天我们要评测的小米笔记本Pro X15 它是小米旗下的旗舰级笔记本 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所说的完全体和打磨后的产品 从信号就可以看出来 又有Pro 又有X旗舰的BUFF都叠满了 那么这台笔记本能否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成为高能旗舰轻薄力作呢? 看完这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答案 照例先来看一下配置 CPU是H35的i71370H 四核心八线程 显卡是RTX3050Ti Laptop 35-40W 内存是板载32GB LPDDR4X466MHz 硬盘是1TB的海力士BC711 屏幕依旧是Pro 15上的那块顶级的OLED屏 整机厚度17.5-18.47mm 重1.9千克 适配器重480克 价格方面 我们上手的这台是顶配版 售价9999元 i5 11300H加上16GB内存的版本 售价为8499元 从配置上粗略一看 Pro X15确实有比Pro 15旗舰的地方 比如说用上了性能更强的显卡 再比如这个32GB的大内存 作为一台创意设计PC 这两点是非常契合产品定位的 尤其是对于使用板载内存的机器而言 32GB的内存作用不言而喻 在你室友或是同事不得不忍受16GB小内存时 你可以自豪地跟他说 我的更大 你忍一下 配置上可以看出点区别 但是外观上 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完全一致 要不是这个配色有差别 Pro X15和Pro 15两台机器摆在一起 我估计大部分人都认不出谁是谁 A面依旧是新的小米logo B面和C面基本如出一辙 不过C面左右两侧多了开孔 有一部分是对准了四单元扬声器中的两个单元 D面也在系列上有些许不同 脚垫改成了三个长条状 左右下角的开口被取消 改成了类似苹果的长条状开口 乍一看没啥区别 但实际一上手 Pro X还是能让你感受到它的高级之处 键盘建成1.3mm 不长 但是回弹有力 打起自来比较舒服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 这个模具的边缘终于不再割手了 连触控板下方凹槽的两个脚摸起来都没那么割手了 进步很大哦 接口也同样有进步 左侧是USB-C 3.2-Zen2 USB-A 3.2-Zen2 以及3.5mm的耳机接口 右侧是雷电4 USB-A 3.2-Zen2 和HDMI 2.1 我们吐槽过Pro事物上仅有三个C口很不方便 但是Pro X上是把A口加回来了 还多了一个HDMI 2.1 大大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不过加接口是有代价的 Pro X的厚度增加了1.67mm 达到了18.47mm 再配合1.9千克的机身 说它是轻薄本 那也是轻薄本中的胖子了 我个人更倾向于称它为全能本 外观上 我们点评了Pro X相较于Pro 15的区别和进步 接下来我们详细点评一下性能上的进步 在Pro X上 独显升级为了RTX3050Ti Laptop 小米给了它35-40W的TGP 虽然功耗有点少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 从三个跑分来看 40W的RTX3050Ti Laptop和80W的差距又有30% 和60W的3050Laptop差7.67% 领先上一代的中端显卡GTX1650Ti20% 结合功耗、性能差距和产品本身来看 给35-40W的TGP似乎没有那么不堪 其实Pro X还留了点余量 后面散热测试我们会介绍 另外两个进步的地方分别是内存和电池 内存不仅容量充足 频率也上了4266MHz 除了延迟稍高 性能上大幅领先Pro X15的3200MHz内存 也给XZ核显提供了足够的带宽 在板载内存的机器上 容量和频率一步到位 解决了强迫症的烦恼 电池扩容到了80Wh 实测静密模式下 PCMark 10的续航10个半小时 PCMark 8的续航6小时9分钟 屏幕则如前面所说 和Pro 15是同一块OLED屏 有着高达125.1%的DCI-P3色域容积 高达666.28尼特的实测峰值亮度 同样以50%为分界点 切换类DC调光和240Hz的PWM调光 但如果你认为小米在原地踏步 那你就错了 在屏幕上 Pro X的发力点变成了软件 它完善了Pro 15的色彩管理 在服务中心的显示效果一栏中 可以切换色域 在对应的色域下 Pro X有着不俗的色准表现 SRGB下平均DeltaE 0.89 最大DeltaE 2.71 DCI-P3下平均DeltaE 0.91 最大DeltaE 1.99 官方宣传DeltaE约等于1 没有徐标 除了色准 这台Pro X的屏幕均匀性也非常亮眼 我们很少见到调教的这么优秀的OLED屏 小米在这方面已经很专业了 但是这个色彩管理也存在两个槽点 一是服务中心必须联网 没网不能用 二是对色域的描述很奇怪 原色和P3选项摆在眼前 一般人都会认为P3就是DCI-P3色域 但实际上原色才是对应100%DCI-P3色域 而P3反倒是对应了原色域 也就是125.1%的DCI-P3 如果你要用100%DCI-P3色域的话 那要切记要选择原色 OK 前面说了一堆Pro X进步的地方 但最后要说的是它原地踏步的地方 CPU 先不说性能 作为一台旗舰 使用H35处理器就是很不旗舰的行为 H35这种大号U系处理器 无论是面对对手的5000系锐龙 还是面对自家的Tiger Lake U 以及网上的H45 都是相当尴尬的存在 具体到Pro X系细相关的生产力方面 四核心八线程在当下真的是性能一般 C4D V-Ray Blender 太多太多需要多核心多线程的生产力软件 让四核处理器心有余而力不足 再说实测性能 Pro X上的i7-1370H 15xR20的平均值是2654分 比上次测的Pro 15提高了23.4% 因为测试时可维持约57W的PL2和50W的PL1 但这个PL1有波动 所以我们又要来了一台机器 并自己换上了信越7921硅脂 结果PL2时间内功耗提高到了60W 证明硅脂生效 但是PL1依旧有明显的波动 证明这不是散热的原因 而是机器的性能调教需要改进 Pro X不是通过固定的PL1值来限定功耗 而是在DPTF内部设定了别的限制条件 致使PL1不停地被改变 总体上保持了一个接近预设目标的平均值 理论性能先告一段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比较切合实际的游戏和生产力性能 讲道理 游戏性能也没啥好说的 绝不是因为我懒 而是Pro X只有一张低功耗的RTX3050Ti 屏幕分辨率高达3456x2160 也没高刷新率 怎么看也不是给打游戏准备的 我们尝试在1080P下运行CSGO、DOTA2这些网游 甚至地平线4、古墓丽影暗影这样不吃配置的单机 都是可以的 不过古墓丽影暗影不能无脑最高特效了 一旦把分辨率拉到原生水准 那DOTA2最高特效打团帧数直接掉到了40左右 所以说Pro X只够你拿来轻度游戏 别指望它有多好的游戏性能 如果要玩 建议缩减分辨率或者开启DRSS或者FSR 在生产力方面 有RTX3050Ti的加持 小米笔记本Pro X15在Adobe 3000Ti和Spec View都取得了符合预期的成绩 对于吃显存的PR和Spec View Pro X肯定是无法与一票游戏本一较高下的 但是32GB大内存对重度PS和AE的用途提升是实打实的 从以上的性能测试可以看出 小米笔记本Pro X15在散热上肯定是有提升的 那它的散热提升究竟有多大呢? 我们通过拆机和压力测试来一探究竟 这台电脑还是挺好拆的 卸下底面全部的六角螺丝 用锡盘一提即可揭开后盖 Pro X的散热依旧是双热管双风扇设计 一大一小两个风扇 不过没有Pro 15风扇反差那么大 小风扇下方是AX201 WiFi无线网卡 大风扇下是BC711固态硬盘 最下方是80Wh的电池 电池左右两侧有两个明显更长的音响 总共4单元 从整体布局来看 Pro X15和Pro X15是差不多的 但是Pro X15的内部明显更密集 压力测试中单烤FPU CPU温度维持在82度 功耗45W 频率2.5GHz左右 这里没有关闭AVX512 大家参考功耗就行 注意测试过程中 CPU功耗有波动 PL一直也有波动 和R20循环是一样 单烤显卡 GPU温度57.4度 功耗40W 频率1560MHz 双烤 CPU温度维持在76度 功耗30W 频率维持在3.4GHz 显卡温度维持在63.3度 功耗35W 频率1365MHz 可能是因为工程机的原因 所以说我们尝试更换新月79R1硅脂 Pro X的散热表现更好了 单烤FPU能够维持50W的PL1 并且峰值温度降低到了92度 不再装温度强 双烤时两个核心的温度可以降低2-3度 本媒温度方面 键盘键帽最高为43.3度 WSD键的区域在35度附近 方向键36.5度 背面中心点38.1度 从压力测试的结果来看 小米笔记本Pro X对于显卡的温度控制比较出色 个人认为还是有提高TGP的余量的 可能还需要权衡表面温度和性能对使用体验的影响 对比小米笔记本Pro 15 Pro X15是毫无疑问的全面领先 散热能力高下立盘 好了 考虑了配置 外观 散热 拆解 性能 屏幕之后 相信你对这台电脑预定的了解 我们照理总结的三条油缺点供各位参考 先说优点 第一 屏幕素质很强 高分辨率加广色语支持色语切换 依次OLED 广色语 高分辨率硬实力过关的同时 小米笔记本Pro X15进一步优化了软件 细屏显示和动态更换壁纸 作为延长OLED屏寿命的优化是必不可少的 将色语切换功能内置到软件中 方便用户使用更是一大进步 第二 机身做工精致 采用CNC一体成型工艺 这可以说是小米中高端笔记本的传统优点了 以往我们总要吐擦擦擦擦手 这回它不擱了 第三 原装内存和硬盘容量较大 官方定位高能旗舰的机器 在内存和硬盘容量上自然也不能吝啬 尤其是只有单M.2插槽和板载内存的制约下 面向的又是创业设计类的工作者 一步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聊完优点 再来说一下缺点 第一 核心数较少 最高支持4核 前面已经分析过H35处理器的尴尬处境了 咱们在结尾就说一句大白话 这台售价9999元的旗舰机 结果CPU只有4核 够旗舰吗? 希望后续的新品能升级到真正的8核心 第二 色彩管理功能不够人性化 小米这个服务中心不联网就打不开 而且P3和原色这两个选项的实际效果 和绝大多数人的认知是反过来的 在色彩管理软件的体验优化方面 小米做的还不太到位 第三 快速充电时 涨脱温度较高 小米笔记本Pro X支持100W的PD充电 从实测3%冲到50% 耗时24分钟左右 不过在100W充电的过程中 又涨脱有明显的热感 最高温度将近40度 这可能会影响使用体验 聊完的优点 我们也来总结一下适合购买它的人群 我会将它推荐给以下人群 第一 对屏幕素质有较高追求的用户 第二 对做工和精致感有较高要求的用户 第三 不玩大型游戏的用户 和Pro15类似 小米笔记本Pro X15的最大亮点依旧是屏幕 最适合的也是追求屏幕素质的人 此外 它弥补了Pro15上的不足 半工人士选购它也不用担心接口不方便使用了 如果有大量接口的需求 雷电4可以用来外机扩展物 所以说 如果预算充足 小米笔记本Pro X显然是Pro15的尚未替代产品 无论是做工 配置 性能 还是散热什么 但话又说回来 可能是我对这款真旗舰有了太高的期待 它弥补了Pro15的不足 却还称不上是一款重塑辉煌的旗舰产品 在我看来 如果小米笔记本Pro X使用的是R7-5800HS 做到了最低35W的功耗 显卡TGP再提高到50-60W 也许竞争力会变得更强 小米继续加油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笔划评设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每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买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划评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